3. 电池干扰 你知道吗?在工厂、医院、甚至飞机上都存在一个隐形的麻烦 它看不见,但却能够让设备瞬间失常 这就是今天的主题,电池干扰也成为EMI EMI 指的是外来的电磁能量跑进了电磁系统中 这些能量和我们原本要的讯号叠在一起 导致干净的波形被扭曲,从而让设备误判 行神EMI 的原因有很多 像是马达切换时的火花,会瞬间释放一堆高频杂波 而高压电线带着强电厂和磁场 开关电源高速切换,则会把尖锐的麦波送进电路当中 这些干扰主要有两个途径,一种是传导 沿着电线或电源跑进设备,第二种是辐射 像无线电波一样,透过空气影响附近的电路 当干扰混进去,模拟电路会量错电压 同学系统解不出正确的讯号 甚至,控制系统的感测数据会乱调 换句话说,EMI 会让电子系统听不清楚指令 自然就会做错事 所以,设计师会用屏蔽来隔绝,滤波器来消掉杂波 再透过EMC测试,确保产品既不会干扰别人 也能抵抗外部干扰 如果这一集让你对EMI有更加的了解 欢迎在底下留言加一 当然有问题也欢迎询问 我是英俊念日菜 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 滤波器是怎么帮忙处理这些查讯的